政策是治理思想的体现 在上一节我们了解韩非子书中的法同思想后 让我们来了解书中将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实施国家治理 请听先生开讲 韩非子在五读篇中讲 什么意思呢 他说所有的书都在该烧之列 他说甚至除了农书医书以外 甚至他法家的书兵家的书 只留给君王和众臣读 在老百姓那儿你都得进决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众内之民皆严法治 谈管商之法 管之管重 商之商鞅 管商之法就是法学文论 他说如果老百姓都读法学书 那么严耕者众 支雷者寡言 他说谈农事的人就会变多 真正扛着锄头干农活的人就会减少 他说境内皆严兵 藏孙无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欲弱 严战者多 备甲者少也 他说兵书也在该烧之列 因为老百姓如果读兵书就会出这样的局面 谈战争的人会很多 但为你扛枪打仗的人就会减少 什么意思 所有的书都在该烧之列 甚至他自家的书都是该烧的 书只留给君王和重臣读 这是典型的渔民政策 大家注意 中国法家主张渔民政策 很多学者讲中国渔民政策 其实从老子那儿就开始了 别搞错 老子虽然讲七智绝学 但他不是渔民政策 他是上至组长圣人 下至普通民众 大家都不要开化智慧 都不要进入文明太 才是人类的福音 所以老子不是渔民政策 中国的渔民政策 典型地从韩非子开始 韩非子在《睡仪》片中 他又讲 他说进奸之法 太上尽其心 其次尽其言 其次尽其事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现代法律 人们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法律只追究一个人犯法以后 事后评判他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才追究他 韩非子说 相反 他说进奸之法 一个好的法律 太上尽其心 他说最好你让他心里都不敢想 其次尽其言 差一等的法律 才是让他不敢说 其次尽其事 他是最差的那一等法律 才是让他不敢干坏事 由于韩非子的这个主张 所以中国自古就没有言论自由 不但没有言论自由 还有一种东西 叫文字欲 大家知道文字欲最典型的发生在清代 但其实中国自古都是文字欲 只不过清代做得更彻底一些 清代流传一个故事 说一个文人 有一次在户外读书 微风吹过 把他书页吹乱了 于是他随口念一句打油诗 说清风不诗字 何苦乱翻书 结果被有人告上去 说他这个打油诗里暗含着 清政府清满人没有文化 于是掉了脑袋 这叫文字欲 其实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言论自由 直到文革 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 任何人 如果你曾经有文章稿子 甚至你的日记 你都赶紧烧掉 万一被人发现 里面有片言之语的麻烦 你都会有身家性命之危 所以那时候是没人敢写日记的 如果你要想写日记 你只能写一种日记 那就是雷锋日记 那么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罪名 在汉武帝时代 叫抚妃之罪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个罪名 什么意思 你在肚子里诽谤我了 因此我要杀你 这叫太上尽其心 大家听听 这就是韩非子的法术 这就是中国法家理论之极打成 韩非子的思想体系 主张法位专制 他的整个法论总纲五个字 叫上尊而不亲 就是君上的尊严不受侵犯 这就是立法的总纲 大家知道 人类的现代法律 是由人民选出议员 在国会立法机构制定法律 专门限制行政官 政府政党和军队的权利 这叫宪法 所以中国法学跟现代法论 完全不是一回事 学者有人说 中国的法家是现代法治的先河 这完全是扯淡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系 农业文明的法系 跟希腊罗马系统最终产生的 工商业文明的法系 根本没有继承关系 他们是两路法系 基本精神 及其形态之节 都是完全相反的 于民 禁言 诸心 贱人 法为专制 上尊而不侵 这就是在这种宗纲制下 必然的治理手段 这些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 文明生产形态 请听先生继续讲述 韩非子的法 主张法恶人性 就是能够掐住人性的展开 他在五读篇中讲 他说父母只与子 忧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 民者顾服于事 寡能怀于义 他说父母管教孩子 赏窃要用算计之心 何况君王官启管人民 他说人民只服从谁有权势 谁厉害 绝不会服从谁有人意 韩非子主张法代文化 他说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他说教育如果还要进行 就是教法术 他说谁可以做老师呢 懂法术的官员才能够做老师 他主张法术兼用 他说为人臣者 愧战其君心也无虚余之修 你的臣属 整天都在算计你 因此君王随时都要保持警惕 他然后讲 树者藏子于胸中 以偶重端而浅于群臣也 什么意思 他说树这个东西 全树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阴藏于心 而不能暴露出来 他说你想想 你君王只不过是一个人 你怎么去对付 成百上千个大臣 你根本力量就不匹配 就不对等 你只有一个办法 用阴术 你不断地分化他们 使他们内部自己就狗咬狗 咬得没完 然后你在中间平衡 自己的权力结构 他给君王教很多 用全树的方式 他然后讲 法度要严厉 严行俊法 他说行过不比大臣 赏善不宜皮肤 他又讲 不比亲贵法行所爱 很多学者见到这样的话 说韩非子主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不是这样呢 显然不是 因为韩非子认为 对君王造成最大的奸情 就是他的亲贵和所爱 所以这里绝不表达 韩非子的法论里 主张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这个话题我前面说过 不再重复 韩非子的法治理想 他有一段话 做全面表述 他在《间接事成》片中讲 他说 圣人者 审于是非之时 查于治乱之情也 故其治国也 正名法 尘言行 将已就全生之乱 去天下之祸 是 强不凌弱 众不报寡 弃老得随 孤幼得掌 边境不亲 君臣相亲 父子相保 而无死亡细路之患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个好的君王 他作为立法者 他一定要明察是非 深了解治乱之情 所以 他要言行俊法 功名于众 只有这样 你才能救全生之乱 去天下之祸 是强者不欺负弱者 多数人不欺负少数人 老人能够得到赡养 孩子能够得到抚养 边境不受侵犯 君臣父子得到相保 而不至于变成他人的俘虏 也就是说 韩非子认为 他的这一套法系 是对整个社会负责的 这个说法对吗 对 什么意思 在农业文明社会结构中 只有这个简单粗暴的 法论系统和法治系统 财成本最低 管制最有效 它就是这个生存结构的必然产物 中国的法家绝不是擅长 他们在法论中 在国家治理 政治治理上表现得十分恶毒 比如 商鞅曾经就提出来过一个 弱民理论 他原话这样讲 他说 正作民于所物 民弱 正作民之所乐 民强 这段话什么意思 他说 如果你出政策 都是人民很喜欢的 他说 那糟了 人民就会很强 他说 如果你出的政策 政令 人民都很厌恶 他说 这好了 因为人民很弱 也就是 政治总是跟人民作对的 他然后接着下面说了 很有名的八个字 叫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他说 只有人民很弱的时候 国家才会强大 他说 如果人民很强大 那国家就管不住人民了 国家就弱了 这就是他著名的弱民说 政治是什么 中国的法论政治 就是专门欺负老百姓 专门削弱你 只有人民处在 柔弱萎缩状态 国家权力才能巩固 这叫 弱民 民弱国强 那么弱民 他提供三种方法 第一 渔民政策 商鞅直接讲 他说 渔农不知 不好学问 则物极农 他说农夫们很无知 没有任何学问的 搞学问的兴趣 这样他才会勤勉耕作 所以他主张 烧书 禁书 禁止人类 人民迁徙自由 人民不得与外国人交往 总而言之 切断你的一切信息来源 使人民很愚钝 这是弱民的第一方法 第二叫辱民 就是要不断地羞辱人民 让人民觉得他猪狗不如 他说只有这样 人民才会尊观 他原话这样讲 他说民有私荣 则简烈悲观 他说如果你让人民觉得自己很荣耀 那完了 人民就会倾见官员 瞧不起官员 他说你只有让人民觉得自己很自卑 猪狗不如 那么官员才会很有威势 他的第三政策 叫穷民 他说富则清赏 他说如果人民都很富有 他就看不上官员的赏赐了 官方对人民就没有协制力了 他说辱则贵决 弱则尊观 贫则得赏 他说你让人民很自卑 很羞辱 那么人民就会很看重爵位 他说你让人民很弱 那么官员就会显得很尊贵 很强大 他说你让人民变得很穷 人民才会稀罕官方的赏赐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思想内涵 这就是中国法论的 基本对待人民的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中国的法学 法家 绝不是擅长 它跟现代法系全部相容 它是国家至上 人民只是国家政权的工具 国家本来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机构 但是在中国法治文化和政治学里 从来不是这个观念 所以郭默若讲 他说在韩非史之下的社会里 只有猎犬 就是告密者 财狼 就是君王的爪牙 和牛马 也就是普通被压迫的民众 哪里有人的气息和尊严 鲁迅在他的书里说 他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 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个是想坐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他说中国只有这两个时代 一个就是把奴隶坐稳了的时代 一个就是你想坐奴隶 都坐不成的那个时代 于是造反了 所以中国社会 中国的法家学说 它是典型的国家至上 和国家主义学说 是暴力至上学说 一切为国家服务 人民是极为清贱的 只不过是国家政治的工具 而要维持国家政治权利 和法论系统 最好的资源 就是暴力和残忍 这就是中国法家 基本理论框架 韩非子的法家学说 是典型的国家至上 和国家主义学说 在这里面 暴力于威士是最好的统治资源 而这些都是因为在农业文明中 简单粗暴的法论系统和法治系统 成本最低 管制最有效 它仍然是生存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下一节课 先生将继续从文明结构上 为我们深化讲述这一命题